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青山有绿水 鸟儿沉双醉 你我一起共相思 彩月把银追 鸳鸯碧飞 你我与其共依偎 山河水 终也不分离 从此一红双双飞 天河地 再也不分离 从此甜蜜歌声涌相随 树上的鸟儿 沉双醉 一水青山 待宵夜 你跟天来 我只不 夫妻双双 把家还 一字今天与你不分离 今生今世与你不分离 你我你我从此双双飞 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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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我呢 我呀 走 这儿 两位仙姑 丹阳县首付副官宝公子求见 两位仙姑见还是不见 哎呀 这种事情你应付一下就好了嘛 你这个爹也不能白当啊 人家不是来见爹的 是来见两位仙姑的嘛 他倒找上门来了 还嫌没挨给我打呀 此人是丹阳县有名的花花公子 两位仙姑可要小心哪 我们已经领教过了 让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那是那是 你们是仙姑 法力无边 他自然奈何不了你们 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那我呢 就不去了 见这种人啊 白当无功夫 听说广济寺挺好玩的 我呀 要去看看 那姐姐早去早回 别忘了雷公殿母还在找我们 我才不怕他们呢 学生 学生副官宝 给您请拉了 坐吧 老夫来迟 让公子久等了 老夫太客气了 我不等酒 白天不喝酒 有杯茶就行了 来人哪 上茶 傅公子 傅公子 我们初来乍到 不知这里风土如何 有劳傅公子给介绍一二 风土啊 这儿风不大 土野少 对了 就是雨水多了点 我问的是人情怎么样 别的不敢说 人情呢 学生还不错 就说前些日子去快货楼吃花酒吧 我就忘带银子了 老宝二话没说 马上掏银子给我垫上了 我没问你 我问的是当地的百姓 这儿的百姓可不好吃 酸哪 不过 要是小娘子喜欢吃的话 我明天拆人给您送两筐甜馅来 什么红杏百姓 我 我问的是这里的小民 这叫丹阳城 没听说有小名啊 我倒有个小名 叫狗儿 去去去去去 你别推我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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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别推我啊 我们家小姐说了 推他干什么 到别人家叫去 你干什么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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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怎么回事 长个教训 以后别跟人说小名 小名 这小名什么意思啊 不我哪知道 开始聊得好好的 他问我什么 我答什么 对吧 后来就那儿挨个位地 就那么高那个 问我小名 我跟他说了 他马上就给我翻脸了 还冒我白痴 我跟你家吃饭了吗 谁白痴 谁白痴 谁 少爷 他不明白了 他说你白痴啊 不是那个意思 是说你胸无点磨 你有啊 怎么 你有啊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你没有 我也没有 没事 谁往身上点磨啊 少爷 认真是说你没有学问 没学问怎么了 没学问我有银子 我能分得清小娘子 是丑是美 不是 你 我要学问干嘛 哎呀 少爷 你听我说 什么鱼就得用什么耳 你想勾引人家小娘子 识文断字是万万少不得的 行吧 你一说这小娘子我倒觉得奇怪了 你说 没有三堆牛粪糕的爹 他能整出两个美若天仙的女儿 尤其是那个妹妹 哎哟 那我的活都够走了 我豁出去了 我现场现败 这都行了吧 干什么 你 把城里所有的教书线上 都给我找来 都找来 干什么 我识字啊 我识字啊 快去 好好好 少爷识字 快快快快快 我就不相信了 走 回家识字去 走走走 老伯 请问广济寺怎么走啊 沿着这条小道一直往前走 过了一个石拱桥 就能看到广济寺了 哎 谢谢老伯 东勇 契约写好了 是吗 花牙之前 还可以反悔 傅老爷 家父卧病在床 等着银子抓药 便卖一亩薄铁 我绝无反悔之意 那好 傅老爷 谢谢你的成全 董勇啊 你真是个难得的孝子啊 哎 把这个收好 谢谢傅老爷 老爷 给 赶快给你爹去抓药 多谢傅老爷 多谢老夫人 快去吧 快去吧 真是个大孝子啊 咱们家官宝要能这样 大概多好啊 咱们这辈子 他没这个福气了 哎 站住 傅少爷 你这说呆子到我们家干嘛来了 我来卖地 卖地 这什么 这是我卖地的银子 哎 就就你们家那破地 哎 哎 下雨了 哎什么 不买了 我们双方已经在契约上签字画押 契约我也拿过来了 我们家的银子 我说不买就不买 不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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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爹 那是什么破地啊 赔钱的买卖吗 我这辈子最大的赔钱买卖 就是养了你这么一个 人不义不忠不孝的儿子 哼 懂有 我说你这人 哎哟 对不起 我是急着赶路 不小心把姑娘给撞了 我给姑娘赔礼了 赔礼嘛 也就算了 可是你撞了我 还撞了我 那你说 该怎么办呢 姑娘 我绝没有非礼姑娘的意思 还请姑娘原谅 要原谅嘛 也可以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好好 姑娘请说 我是要去广基寺 可是你撞了我 这万一把我撞成了内伤 这一路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所以呢 我让你陪着我 一路照顾我 我就原谅你了 不姑娘 我这次进城 是给我病中的父亲抓药 我没工夫陪着你 所以 再次给姑娘陪礼了 就让你这么走了 那姑娘不是白让你撞了 姑娘 请你原谅我 请姑娘行个方便吧 那如果我不同意呢 疼死我了 姑娘 大树已经替你出了气 你该放我走了吧 那大树又不知道疼 可我知道疼啊 可是我也撞疼了呀 大树给咱们俩找齐了 我说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你撞了我 而且人家是个姑娘家 你撞了不该撞的地方 以后教我怎么见人 怎么嫁人啊 不行不行 不能就这么饶了你 姑娘 我撞你 就像刚才撞树一样 跟我真的撞树 感觉没什么两样 好啊 你居然说我是木头 你 你太过分了你 我都有 五嫂让你赶紧抓药去 我先回去照顾你爹了 多谢王大树 姑娘得罪了 我告辞了 你 臭东勇 居然不听我的话了 我倒要看看 回不回来 三副药一共五两八千银子 多谢先生 天哪 我的银子明明放在怀里 怎么了 是不是路上丢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那可是为家父救命的银子啊 先生 要放在这里 我先去找银子 来啊 跟白天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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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赔账 赔账 快走了 我累了 管家 管家 少爷 管家不在 去哪儿了 他到东街找叔父去了 你们这帮笨蛋 白养活你们了 都不如管家 找了这么半天 一处叔父都找不着 少爷 少爷 那儿一下 向着叔父 嗯 买黄利咯 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去 管家 出什么事儿啦 来了这么多人哪 这是不是卖书啊 我卖的全是历书 不管什么书 是书吗 是书我就要 全要了 来 来 官人 历书一本就足够了 要多了没用啊 谁说的 人家京城来的张老爷跟我说了 我得读万卷书 一万卷知道吗 一本能够吗 这什么东西 官人 那些都是隔了年的皇帝 有的都十几年的 十几年了 古书啊 这是古书啊 这些我也要了 办办办 官人 这些书您要了也没用啊 谁说我要了没用 我要了没用你留着干嘛 小的是用它来生炉子引火用的 生炉子点火用古书 你太浪费了吧 白痴啊你 胸无点毛 那是古书 小爷 那个是胸无点磨啊 我 我知道 那毛笔不得用磨吗 嗯 不行啊 不行 这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有古书点火 不行 这些书你必须卖给我 官人 这些书您要想要 全搬走 小的分文不收 不要钱 不行 本少爷买东西什么时候没给过银子就冲这些古书我多给你二十两 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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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两 不知是谁丢了银两 自家的银子没找到 却捡到了别人的银子 紫月 君子不动他人之物 这些银子 还是放归原处的好 我的银子呢 不行 如果这些银子 被不义之徒捡到了 那该怎么办 我丢了十两银子都这么着急 这位施主 丢了这么多的银子 得多信交啊 不行 这件事让我董勇碰上了 就不能不管 我还是守在这里 等施主回来 把银子交给他 姑娘 这是你的银子啊 我呀 没丢银子 我呢 丢了一个人 姑娘 是不是丢了你的同伴 七姑娘吧 什么七姑娘八姑娘的 有这么一个愣小伙子 莫名其妙的把本姑娘给撞了 撞了之后呢 他自己却又跑了 姑娘 你还在为我刚才赚的事生气呢 董勇再次向你赔礼了 赔礼嘛 就算了 我呀 叫你陪我玩 不不 姑娘别开玩笑了 董勇 正在为丢失的银子着急呢 真是个呆子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银子啊 是啊 你拿这银子干嘛还找银子呢 这银子 不是我丢失的十两银子 不是我的 我就不能要 你呀 管它是谁的银子 反正都是银子 你一没偷 二没抢的 而且又足足赚了四十两 你看 天上掉扇饼了 不 应该是天上掉银子 怒不失忆 姑娘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这个银子我不能要 我说了 我好心帮你 你可别不识抬举 还帮我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姑娘这样做 是陷入于不仁不义的境地 怎么还能说 是好心好意呢 什么不仁不义的 那你自己的银子找不着了 那怎么办呢 我懂勇虽穷 但是 绝不能贪着不义之财 别人的银子 我一文都不能要 你呀 真是个穷村出争 臭呆子 不跟你玩了 臭呆子 自己的银子丢了 却捡到了别人的银子 我的银子找不到 丢了银子的施主也不来 这可怎么办 那边再多放些 这边要白马 好好好 这回谁还敢说我胸无点毛 少爷 先生 请到了 请 李兄 教人识文断字乃是大事 怎么能请他们两个来呢 真可谓是误人子弟 这两个人学识短浅 我羞于与他们为伍 这不全看在傅公子的面子上 对 好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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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仁兄先请 别这样 我家少爷都等急了 各位仁兄 以余地之间还是一同进入 请 别笑了 你们看人家读书人跟你们这帮蠢菜就是不一样 你看人家进门的姿势 特别 娘娘 大仙 夏凡见到七女了吗 见过一面 但七公主和乔嘴姑娘贪玩 我一时心软 只提醒他们灯会结束立即归天便让他们走了 你再次夏凡去找 劝说他们赶紧回来 好 不然余地知道了 是不会饶恕他们的 好 我这就去打探他们的下落 对了 那件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还没有眉目 时间久远 查起来十分困难 再难也得找啊 这件事你千万要保密 您您放心 小心告退 好 去吧 哎 本少爷从今天开始要实文断字了 你们几个说说我该从什么地方下口啊 傅公子要学自然应该从四书五经开始 这些年毕人前行攻读四书五经 傅公子找毕人来算是找对了 人凶之剑乃井底之蛙 一文志中云五经四书 字书怎么能列在五经的前面呢 要学当然从诗经开始 在下不敢说满腹经轮 但也是学父母车才高八斗 因此傅公子跟在下学是最好不过了 哎 二位人凶就不要争了 古人云不学礼往为人 傅公子跟二位学都不合适 应该跟毕人钻研礼迹才是啊 此言诧异 自古因才是教 傅公子乃大器之才 应该跟我学春秋才是 应该学礼迹 春秋 春秋 学礼迹 春秋 Bald 语 不许好人心 怎么了 谁跟姐姐过不去了 谁的 袋子的 地契 东勇连土地都卖了 肯定等钱用 你快给人家送回去啊 我才不知道 怎么不去送呢 好心好意给他五十两银子 这个木头这个傻瓜 他居然死活不要 这说明董勇士正人君子 你赶紧给人家把银子送去 别让他着急了 几次到火该 要去 你去我才不去呢 我来的时候觉得肚子饿了 我去找吃的 姐姐 你在天上挺温顺的 怎么到了人间就变成这样了 你不懂 这叫做入乡随俗 老爷 老爷 老爷呀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官宝啊买回来几大箱子书 还请了四个秀才 这不正在屋里教他读书呢 这么说 咱们儿子要开始读书了 是啊 咱儿子要学好了 你说从小他赶走了多少教书先生 啊 我看呐 太阳今儿从西边出来了 小姐 小姐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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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争了 今天你们遇上本少爷是你们的福气 本少爷是个大买家 你们四个我全要了 傅公子志向高远 我们四个当尽心竭力 一定让傅公子学业有成 废话少说 你们说 我几天能学成 几天 恐怕没有十年 难学成啊 十年 你们打的什么鬼主意啊 想让本少爷给你们养老送终是吧 四叔五经 博大精深 十年学成 已然不易 不行不行不行 等十年学出来 小娘子都变成老娘子了 不行 本少爷 多给你们银子 今天一天 就给我一勺会了 一天 这么短的时间该怎么学嘛 是啊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可不是嘛 这有什么没听说过的 你们不都是秀才吗 一人教一句 我不就会了 这万万不可 自古以来就没有这种教法 再说了 一人一句 断章取义 也犹如圣贤呢 嗯 对 本少爷花银子请你们来教我 我想怎么学你们就怎么教嘛 对不对 圣贤没给你们银子 关他什么事 圣贤是谁 这 这算什么事 少啰嗦 就这么教 从你开始 我先教春秋 元年春 人争月 我先教春秋 元年春 人争月 只念元年春 人争月就行了 管人念错了 管人念 你都几句了 不是一人一句吗 干你了 这么个交法 这不真提懂呢 这个交法实在是 人告辞了 对对对 有辱斯文 在下也告辞了 傅公子 在下财数学浅 你还是命运高明吧 走 走走走 哎 别走啊 本少爷给你们多加银子行不行 每人多加 我的 我的银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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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管家 管家 哎 哎 哎 少爷 少爷 什么事啊 我的银子呢 什么银子 这儿的银子 没看见 五十两 啊 没了 丢了五十两银子 是啊 赶紧走 谁这么大胆子 少爷 我现在帮我关去 好不好 我帮我关去 赶紧去 让官府抓住的小偷狠狠受伤 哎 是 哎 奇怪啊 老爷 哎 你快看 你请在教书先生呢 都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 教我两句就走了 老爷 你看 这么多的书 这全都是官宝买回来的 这叫什么书啊 啊 这叫什么 这是什么书这是 哎 老爷 怎么了爹 平时我不学好 你打我骂我的 今天我学好 我要识文断字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这书怎么了 这书 怎么了 董大哥 哦 七姑娘 嗯 这么巧 又碰上你了 啊 董大哥 这是你丢的吗 哎 对对对 正是我的 哎 怎么在你手里啊 哦 我刚才在前面捡到的 打开一看呢 里面的地器上 写的是你的名字 就问了人 正想给你家送去 没想到 就在这碰上你了 多谢姑娘 多谢姑娘 这么点小事 不必谢的 这银子 是为我家父抓药的 小姐实惊不媚 请受我一拜 董大哥客气了 哎 老头子 七公主在那儿 嗯 我也看见了 哎 老头子 我怎么没看见张超嘴啊 抓住了七公主 一问就知道张超嘴在哪儿了 对 先抓住一个再说 不然玉帝那儿也交不了差啊 嗯 老头子 走 我们走 走 七公主 请跟我们回去 原来是你们 为什么要抓我 你自己应该清楚 七公主 我们这样做 也是身不由己 清平世纪 你们竟敢强强民女 眼里还有王法吗 董友 这没你的事 赶快走开 让我碰上了 就关我的事 我绝不允许 你们欺负一个弱女子 哼 就凭你一个文弱书生 也想拦着我们 我就是豁出命来 也不会让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 胡作非为 董大哥 你不用管我 七姑娘 有我在 你不用怕 别理她 咱们上 你们 站住 你们 你们 不能过去 你 七公主 快走 快走 你说 好不容易把她抓着了 管她跑了 都怪你 笨手笨脚了 还让凡人给咬了一口 那你 为啥不识法术啊 我还不是怕伤己无辜吗 不是 欲地有止 七仙女下凡 那本来就是天庭的一大丑事 我们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要是消息传出去 占三界耻笑 再说了 我们作为神仙 要对一个凡人施法术 说明我们不是神就是妖 是啊 这真是件难办的苦菜式啊 我看你们一点也不糊涂嘛 大仙 是你啊 正好 这差事怎么办 还请大仙指点 欲地命你们 如七公主抗旨 可以就地正法 可是你们想一想啊 七公主 可是房母娘娘的心肝宝贝 要了她的命 娘娘会饶了你们 再说了 娘娘和众仙们把七公主保下来 你们要是伤害了她 她会饶了你们 日后再找个理由 参你们一本 那可就由你们的苦头吃了 谁说不是啊 我们也犯愁啊 我看 欲地的旨意不能违背 但先礼后兵才是上策啊 傅公子丢了银子 却害得咱们抛断了腿 这满世界的到哪去抓贼去 硬拆硬拆 硬拆拆是就行了啊 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再说啊 你看 树下那个人 抱的银袋子好像是副公子的 没错 是万字符的紧端包袱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贼还在这里等着我们去抓他呢 走 上 别动 走 干嘛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为什么要抓我 为什么 为你怀里这包银子 这包银子是我捡来的 现在我在这里等施主 已经有两个时辰了 傻跟着啰嗦 走 大堂上去 干什么 走 这怎么办呢 东勇的父亲都快不行了 这东勇也不知道上哪去了 天都快黑了 东勇去城里抓药几个时辰还不回来 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哎 咱们都是相礼相亲的 先帮东勇照应照应吧 好 那咱们出去看看 好 小眠东勇 如是招来 这银子可是你偷来的 回大人 银子不是我偷的 左边那袋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右边那袋 是小眠自己的 这 清大人明察 父府的银子底下都住着一个集字 大人看看就知道了 大胆刁民 这两袋银子分明都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 一个会是你的 一个却是捡来的 大人 小眠说的可具具属实啊 右边的银子的的确确是小眠的 里面有地契为凭 是昨天我卖地给傅元外加得来的 右边那袋也的确是小眠 在路边捡到的 如果 如果确实是一样的银子 那也纯属巧合而已 有道理 傅副管家 你听清楚了 这银子不是偷的 是捡来的 即使是捡的 那 那也是傅家的嘛 你有何为凭啊 大人 那个装银子的袋子 跟报案时提供的特征是一样的 啊 这好说 本官就将这锦断包袱皮儿断给你吧 啊 东勇 小人在 这地契上的确写着你的名字 可以认定是你的 本官就把地契断给你 好了 退 大人 大人请慢 怎么 本官已将此案断得清清楚楚 难道二位 还有不明白的吗 不 大人 小的要的是丢失的银子 不要那包袱皮儿啊 大人 小民卖地的银两还没有还给小民 怎么就可以草草退堂呢 大胆 你们说这银子是你们的 有何凭证啊 不是 刚才都已经说清楚了吗 我的袋子里面 有卖地的器具 可以证明银子是我的 紧断包袱皮儿和地契 的确是你们的 那么 你们就能证明银子是你们的吗 你们二位都说这银子是你们的 那好 本官就容你叫他三生 如果他答应了 这银子便归你们 否则 休想走出县衙半步 这银子他不会说话吧 是啊 既然这银子他不会说话 你们两个怎么能够一口咬定这银子就是你们的 银子 先收归县衙库中再做处理 废堂 啊 糊涂惯例 岂可如此糊涂断啊 你 走 你 走 干什么 出去 走 走 是的 走 可不是吗 是啊 是啊 肯定比人间的蝴蝶要好看得多呢 天上的蝴蝶虽贵为仙蝶 却没有人间的蝴蝶那么多情爱 为什么 人间的梁山伯与朱英台 他们为了忠贞的爱情 化作蝴蝶 比翼双飞 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没有 四姐 先给我们听听吧 你听着 行了行了四妹 怎么了 姐妹们都知道你学识渊博 可是你千万不要在这里讲凡间的爱情故事 父王要是知道了 又要怪罪我们有私凡之心了 姐妹们 你们看 大姐一个人在那边想什么呢 大姐 你心事重重的 为什么是不开心啊 七妹和乔嘴 私自下凡至今未归 父王弄不可遏 不知道等待七妹和乔嘴的 会是怎样的灾难呢 是啊 我真替七妹担心呢 你不知道七妹在人间过得好不好 那咱们姐妹们都在天上为七妹祝福吧 我看呐 说不定七妹在人间玩疯了 才不肯回来呢 没准把我们姐妹们都给忘了 哎呀 算了 我们不愿意太担忧了 我们玩自己的吧 走啊走啊 妩媚呀 看呐 妩媚 多蝴蝶呀 你快来 妩媚呀 你就知道玩 连自己亲妹妹即将大会临头了你都不关心 是不是也太自私了 就是嘛 大姐 我不是自私 我是妒忌 我还想去人间玩呢 美美美美你快看啊 你看好不好看 你放了他 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抓到的 你抓的这只 也许是梁山伯呢 为什么要拆散 这对恩爱夫妻呢 梁山伯 快放了他 七公主 小婧打探清楚了 哎呀 我在看书你吵什么啊 嗯 老人家 打探了什么了 东勇啊 呆子 哎 妹妹 你终于坐不住 背着我下手了 姐姐你说话真难听 董大哥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却一泊云天 不畏强暴 现在傅关堡面前保护我们 后来又从雷宫殿母手里 助我脱身 简直让我感动不已 嗯 不不不不 妹妹你这样不是感动 你这是 嗯 哦 不不不 纯兴盲动 姐姐你静胡说 你的心思啊瞒不过我 哎呀那个书呆子长得精神 傻的呢 可爱 别说妹妹喜欢了就连我都喜欢她 姐姐真不害臊 哎 对了 回书金赶快说打她到什么了 东勇的爹死了 啊 啊 东勇的爹死了 啊 我以为什么事呢 死就死了 叫妹妹经成这样 倒像你的什么人似的 他爹的死跟你脱不了干系 啊 妹妹怎么这样啊 胳膊肘总往外怪 他爹死了 你怪我干什么 不怪你怪谁啊 要不是你有意捉弄 也不会耽误他抓药 兴许他爹 却有救了 我只是 跟他开玩笑而已嘛 嗯 怀叔金 小金在 你马上给董勇送点银子 好给他爹办后事 行 我立刻就去 各位的家中也不宽宇 大家的好意和心灵了 但这银子我不能收 请各位都拿回去吧 多叫 多谢各位 张夫老爷要拜见都有 我就是董勇 不知张老爷专程前来有何事 老夫告老还乡 赌金贵地 所到之处 人人都称颂你的孝心和仁义 如今 定尊不幸过世 特来吊咽 听说你家境贫寒 顺便赠些银两以表心意啊 公子 不不不 俗话说 君子不受无辜之财 我连乡里面的施舍都不敢收 更何况 我与张老爷素不相识 这银子 我收之不妥 用之不安 张老爷的美意 我董勇心灵了 听说你身无分文 连口棺材都买不起 你又如何安葬令尊呢 我自有办法 真可怜 只听说过女儿卖身脏腹的 没听说过男儿也是卖身脏腹啊 是啊 我说呆子 捡到银子你不要 送给你银子也不要 却在这卖身脏腹 你傻啊 我只求心安理得 姑娘 求求你 赶紧离开这里吧 不要影响别的买主来买我 我呢 就是买主啊 姑娘别开玩笑 家父尸骨未寒 还等着银子 买棺材下葬呢 谁跟你开玩笑啊 你这副标致的身板 让别人买走了 我还真舍不得呢 哎 你这多少两银子 五十两门银 为奴一年 那好 我呢 就给你一百两 从现在开始呢 你就归我了 我叫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那姑娘买我做什么 我买你啊 给我做夫君 你看好不好 不行不行 我不卖 我给你双倍的价钱 你凭什么不卖 因为我卖的是利器 不出卖感情 你为什么 我去 respectful 爱无边 天地又便情五边 爱爱爱爱 爱爱爱好 爱爱爱爱啊 爱爱爱好 爱爱爱君 爱爱 古老的生活 古老的生活 是我们永远的赞叹叹 一千年也不长 一百日也不多 中国自古 人呀人为本 城市劳动创家园 难更与之地连离 爱在青山旅水街 爱在青山旅水街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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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美丽的生活 是我们永远的眷恋 哎呀好 永远的眷恋 眷恋